爱家全球1911一键报警智能安防 限时特价3.99每月 赠送价值179美金 高清无线摄像头 室内外双用 小巧身形 强大性能 智慧看家 最近我们经常给大家播报 美国一些州相继出台法案 来禁止中国公民 以及有中国公民背景的公司 在美国购房购地 没成像 这股风气 在这片以自由平等为基石 而建立起的国家土地上 刮出了野火烧不尽的势头 就在昨天 一向深受华人喜爱的养老 度假圣地佛罗里达州 也通过了蓄谋已久的禁购法案 并且在法案中 加入了一条杀人诛心的调控 4月12号 佛罗里达州参议院 以38笔零票 全票通过了 SB264号法案的表决 送交至众议院继续表决 该法案全方位的限制了一些 敌对国家 和该国家所有公民 在佛罗里达州 购买农田 基础设施等 其中 佛州房地产section7条款 还专门规定了任何中国人 除了已经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或获得永居权绿卡的购买者 在2023年7月1号以后 不可以购买任何和过户 接受任何佛州房地产 当然 这里有个豁免情况 就是债务转让 法院判决等获得的属于例外 但是也需要在两年内变卖 法案规定 2023年7月1号以前 已经在佛州拥有房地产的中国人 需要在2024年1月1号之前 向佛罗里达州农业和消费者服务部报备 如果逾期不报备的 每天要罚款1000美金 在报备过程中 如果房产拥有者 已经失去了中国公民的身份 那就需要签署声明 表明自己不是中国人 同时在交易过程中 买家也要签署相关的文件 来表明自己为非中国公民 如果过户公司 明知买家是中国人 仍然帮助买家过户的 就要负民事和刑事责任 2023年7月1号以后 中国人非法购买佛州房地产的 房产会被充公州政府后 强制变卖 2023年7月1号以后 卖房子给非绿卡的 中国公民的卖家 就属于 first degree mislimiter 将会面临最高一年的牢狱之灾 对于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 美国所有州府出台的最严厉的一条 禁止中国人购房的法案 可以说又一次让全美华人 都感觉到了震惊 不少相关的从业人士 与热心网民 纷纷站出来 对这个SB264法案进行解读 一位休斯敦房地产broker表示 他一直在追踪着这个法案的进程 其中第一版和第二版提案中 持有绿卡的中国人也没有权利在佛州购房 而到了第三版以及这次参议院通过的第四版中 拥有绿卡的中国公民取得了豁免 我们先前也为大家播报过 德州州府也正在尝试通过类似的进购法案 所以还不知道佛州的顺利通过 会不会也刺激到德州政府加大法案推行通过的力度呢 还有一位佛州本土经纪人直言 虽然法案规定绿卡持有人可以购买自住房 但依旧还是有限制条款 并且还允许卖家在过户前15天内无条件毁约 这就导致中国公民的绿卡持有者 在佛州买房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 综观整个法案 引起大家讨论最多的是第七章节中的一个词 在这个章节中规定禁止任何定居在中国的人 以及非公民非绿卡购买人购买任何的佛州房地产 大家对法案中定居Domitile的一丝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讨 小编看了大家的发言 最后得到大致的结论就是 如果你是持有的B1B2探亲房友旅游签证 以及F1学生签证进入了美国 那显然是属于被限制的群体 如果你目前是持有H1B工作签证的购买人 那可能会需要证明你在美国将要待的时间够久 以及你现在的工作状态 财务状况 以及你未来的打算 打个比方说 如果已经进入到了绿卡排期 那就证明未来肯定会长时间的在美国居住 那就有可能不会受到此项法案的限制 取得豁免允许在佛州购买 但是也有小伙伴对此提出了质疑 因为如果按照移民法的规定 只要是拿着签证进入美国的 都会被认为是定居在你持有护照国的到访者 如果要是这么算的话 可能所有非绿卡的中国公民都将被一网打尽 不管怎样 目前该法案已被移交至众议院投票 如果众议院再通过 州长一签字 那就真的生效成为法律了 所以目前在佛州的华人 乃至全美华人都应该积极地站出来 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给议员 表明大家强烈反对该法案的态度 同时正如开头我们所讲 美国多州都在尝试着推行 禁止中国人购房购地的法案 其中不乏华人众多的德克萨斯州 弗吉尼亚州 新泽西州 纽约州等等 所以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 所有在美华人团结一致行动起来 将这些试图排华的法案粉碎在摇篮之中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